我覺得他與其說是戲劇不如說是藝術品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一定要去看 哈囉!大家好,我是芬妮 大家過年過得還好嗎? 那這支影片是想要記錄一下我在過年期間 總共看了哪些我覺得值得推薦的日劇 想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部我要講的是 《堅長衣招言 阿三甘歐》這一部 那這部戲呢,如果你很喜歡法醫女王的話 我覺得你也會喜歡 因為他一樣是在講法醫的故事 只是他比較特別的是 他的女主角的爸爸是刑警 所以他的這個戲的角度呢 他不會像法醫女王那樣子 是百分之百從法醫去切入 我覺得他有帶件蠻多就是刑警視角的東西 可以通盤的去看到整個 醫界跟警戒 他們在破案的時候是如何去合作的 那當然法醫的部分還是就是 有著墨比較多一點 那這部戲的主線劇情也是我覺得很棒的部分 就是他是 呃,女主角的媽媽在311大地震的時候 虛蹤 那這個虛蹤這件事情呢 讓他們一家人 就是包含爸爸跟女兒法醫的上野樹里 他們都很沒有辦法放下這件事情 但是特別是爸爸他會一直會需要去找他的媽媽 他一直放不下沒有辦法放棄這樣子 然後這個是這部片的主線劇情 那我覺得他在第一集的時候 其實就會讓我對於這個主線劇情難道非常的 就是想知道後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是一部會讓你一直一直一直想要看下去的劇 那這次他推的是這個第二季 那我自己是還沒有看完第一季 就是我看到第二季出來之後呢 才回去看了第一季的 現在是看到第二集這樣子 所以還沒有看完 從我看了第二季的第一、二集 跟第一季的第一、二集的感想呢 我是覺得 如果你只看第二季的話 會有一點點可惜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職業劇 我覺得他介紹職業的那個部分 還是就是在第一季的第一集做的比較多 第二季的第一集 他就直接就有點開始就是做一個新的案子了 那這一部的第一季在當初是收視率12.47 非常的高 然後是當季的收視冠軍 所以就是蠻值得看的一部戲 好那我要講第二部就是我這一次呢 然後最喜歡的第一名的劇是 紅色病例部 Nijirokalde 這一部戲他是由高墊沖熙所主演 然後還有兩個主要的配角是 錦浦欣跟北村將海 錦浦欣其實就是法醫女王那時候 演那個男法醫的那個人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然後北村將海呢 他是一個就是帥哥在裡面演一個 有點好笑的角色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三個人 在這部戲裡面的互動 那他的編劇呢 是鋼田惠河 鋼田惠河他有編過哪些劇呢 他有編過 然後活下去 そして生きる 跟禪王子 還有謝謝你在世界的角落找到我 姊姊的戀人等等的 我覺得鋼田惠河他的角色給我的感覺都是 他不管是生病啊 或者是有一些生命上面的難關 但是他們都是跟這些難關一起用 比較樂觀的方式活下去 整個布料都是慢慢的暖暖的 很堅強 但是不會過度逞強 讓你覺得太過勵志的那種感覺 那紅色病例部這部戲呢 他是在講高電沖吸女主角 他是本來是第一集的時候是在大醫院工作 但是他在上班第一天的時候呢 就忽然就是昏倒 然後被檢驗出來說自己是其實患有一個很難的病 就是治療不太好 沒有辦法擔任醫生這樣子負荷很重的工作 所以他就是有點像是被迫離職了 所以他就到了這個叫做彩虹之村的村子去住村 那那個住村裡面呢 還有另外兩個已經宅的 一個是外科醫生金撲心 跟這個護士北村獎海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變成三個人是一個醫療團隊 在這個村莊裡面幫大家服務 那這個村莊裡面的每個人呢 在這個故事裡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個性 然後他們的角色的這個色彩是很鮮明的 但是他們也同時都有自己的一些可能疾病啊等等的 所以他這部戲呢就是 可能每一集會是一個村民來當主角 那這部戲我覺得他讓我很喜歡的地方是 譬如說今天是這個村民 他今天出了事 其他村民都會出來幫忙 譬如說有一個姐姐在這個村裡面 他其實是任局整他過了一陣子 就會忘記自己的事情 只要他一忘記呢 大家就會立刻就是準備好 那就會有兩個女生來出來 然後跟他講說 欸這個是你的相簿 然後你以前小時候是長這樣喔 然後你媽媽是這個人 你爸爸是這個人 然後你們一起去了哪些地方 然後帶他回去他以前的家看 跟他講說 你是怎麼樣長成自己現在這個樣子 每次每次 只要他一失意 大家都會做這樣子 一樣的事情 去迎接他 就跟他講說 沒事喔 你很棒 我最喜歡的一個畫面就是 他們拉著那個姐姐 然後兩個村民跟那個醫生 他們就四個女生坐在那邊 就跟他講說 我知道你覺得你為什麼會得這個病 你覺得非常的不公平 那他們也各自把自己身上的 就是很難的事情講出來 譬如說他就是很想要小孩 但是總是懷不上 然後這其實是他內心的 一直是一個痛 然後有另外一個村民是 他的老公有一天就忽然就 留下紙條就消失了 然後他也不知道原因 這是他內心的一直是一個痛 然後他們四個人圍在那邊 就是一邊講一邊哭 但是他們平常看起來 都是好樂觀好樂觀的人 然後他們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跟這些痛苦 一直相處下去 除了這樣子別無他法 他們是邊笑邊哭的講出這句話 然後我就覺得說 這大概就是這部戲的核心 就是你有很多你過不去的坎 但是其實你還是有辦法選擇 帶著這些坎 繼續往下走下去的 那個畫面就是很符合 就是超級的名劇 所以就是很值得看的一部劇 但是我覺得他每一部劇編的那種 劇情都差好多喔 像這部劇呢 他其實他的劇情是他們 林奈堯演的是一個刑警 然後高橋醫生演的是一個 被這個林奈堯所追的殺人嫌疑犯 然後他本來就是林奈堯在追這個高橋醫生 快要追到的時候 忽然他們就一起滾下解體 然後他們兩個就召喚身份了 到這邊有沒有覺得很老套 有 但是你仔細一想就變成說天男 就變成說刑警 變成殺人犯 但是他什麼都沒做 但是他已經快要被逮捕了 因為幾乎罪證快要確鑿了對不對 這個林奈堯在高橋醫生的身體裡面 他就會選擇說 我到底要不要讓這個身體被逮捕呢 如果被逮捕了之後 在監獄裡面受苦的其實是我 但是如果我不讓他被逮捕的話 就會把我之前追過來的所有的證據 我變成說我要自己去湮滅這些證據 他就很痛苦 那我覺得這部戲呢 他除了劇情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你會一直很想要看下去 看到你發生什麼事情之外呢 最大的看點真的是演技 因為高橋醫生跟林奈堯他們兩個是交換身份 所以他是進到他的身體裡面的 他們除了是性別交換之外 他們的個性也是差非常多的兩個人 一個是非常有正義感的 一個是一個有點像是連續殺人魔 然後就是個性是非常的古怪 所以他們那時候我最驚訝的就是 他們剛換身體然後醒來的那一瞬間 就是高橋醫生說 塑膏的那句話 這句話基本上一點意義都沒有 然後但是那個剎那就讓我覺得說 他已經換過來了 就是他的語氣啊 他的肢體 他的動作一舉一動都變得很女性化 然後也很符合那個很不理解自己為什麼會在裡面 然後他覺得很悲傷 然後很咬牙切齒的 那個臉也都是女生在咬牙切齒的臉 然後是高橋醫生在做 所以就是一切都很違和 但是又演得超好 就是他們把那個違和感演出來 演得非常厲害 我覺得高橋醫生的演技在這裡面真的是很精彩 就是有點像是看他演戲這麼多年的集大成一樣 我覺得他與其說是戲劇不如說是藝術品 真的是太厲害了 一定要去看 好下一部是我家女兒交不到男朋友 うちの娘は彼氏ができない 在這部戲上映之前 就看了他很多就是兩個主角的訪問啊等等的剛好看到 然後就覺得對這部戲就是有蠻多的期待 因為兩個女主角都超漂亮 是我們的姦爺美穗 他演的是媽媽 跟彬彬美波演的是女兒 我跟你講美波真的長得好可愛喔 戴那個眼鏡真的是好可愛喔 不知道會不會很像痴漢 那這部戲呢他就是愛情劇 他的愛情呢很特別的是他是兩個主線 就是媽媽跟女兒都會談戀愛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呢 是因為就是媽媽他在這部戲裡面呢 他是飾演一個很有名的愛情小說的作家 那女兒呢卻是跟媽媽完全相反的 是一個就是很喜歡看漫畫很宅 然後不太擅長跟男生相處的一個女生 那媽媽呢他雖然是很擅長跟男生相處的那個樣子 但是因為他就是離婚也很久了 然後其實也很久沒有對象了 所以他的戀愛小說最近就是一直都寫不出來 所以他就是為了要寫小說呢 就決定要去談戀愛 那女兒呢也為了要讓媽媽可以有更多的就是 靈感 寫小說的這種談戀愛的靈感 所以女兒就說他要去交男朋友 所以兩個人就開始各式開始很努力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這部戲的看點呢 是他們兩個母女非常的感情很好 因為我的這個中文 他們兩個的母女感情非常的好 然後你會覺得說他們兩個怎麼可以像朋友這樣子打鬧啊 然後一起去吃飯啊什麼的 就會覺得說很像朋友一樣這樣子的母女關係 很令人羨慕 然後覺得他們家很可愛 那他這部戲呢還是會有一些粉紅泡泡 譬如說就是男主角在出現的時候 背後就會有光然後整個打膩光那樣子 一部就是跟你宣告他是帥哥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部戲他有一個就是 也不能說是缺點就是比較像是很會看人的 就是因為他有三個男主角 然後這三個男主角呢他都把他營造的很像就是大帥哥 所以如果裡面有就是不是你的菜的男生的話 你就會覺得說 這個臉配這個大逆光有合理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這部戲的這個風險比較大啦 就是如果三個裡面你不是都喜歡的話 你可能這部戲你就會比較看不下去 但是整體來說呢我會覺得他是在愛情劇裡面 粉紅泡泡不會過度噁心 除了戀愛之外的劇情也很充足的一部劇 所以是好看的戀愛劇 好來到最後一部 這部戲比較尷尬一點 因為我其實有點看不下去 但是我相信我只要撐下去他就會變得很好看 為什麼這樣說呢 這部戲叫做我家的故事 就是俺の家の話 那這部戲他的編劇是我們 登登登登登登 公藤光酒郎 我就覺得可能蠻值得期待的 那我為什麼會說 我有點看不下去呢 因為他 首先他的主演是 常奈志爺 護田惠麗香等等的 其實都是非常好看的人 其實常奈志爺在第一部的時候 第一集的時候呢 他是飾演一個摔角選手 然後他是一個長反 然後其實有點蓬頭垢面的 然後我自己對於男生的清潔感蠻要求的 所以我就是看著看著 就會一直很想要叫他去剪頭髮 然後我覺得他應該是聽到我的願望 所以他後來就去剪了這樣子 不過第一集我一開始就是看得有點辛苦 那他這部戲在講什麼 他其實就是在講這個男主角常奈志爺 他們家的故事 他們家呢是那個 能劇大家 能劇其實就是日本的一個傳統的藝術 他是透過歌唱等等的一些表演方式 去演一個戲劇這樣子 那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可以上去搜尋我 就是很怕多講多醋這樣子 所以他其實就是日本現在很少數 還保持著能劇傳統的 這樣子的一個家庭 那在日本呢 這樣子的家庭 包含歌舞劇啊 或者是能劇 他其實都是以家族 家族去代代相傳的 所以如果你是能劇的家族的話 譬如說 你的爸爸是能劇大家 他很有可能就會把這個 頭銜傳給下一個人 甚至你會沿用爸爸的名字 然後去變成什麼什麼 第幾代這樣子 所以這個男主角常奈志爺 他其實本來在這個家是長男 他應該要是去接他爸爸的這個位子的 但是他就是從小就一直對於這件事情 感到很疑惑 就覺得說 我被選來接這個位子 我是長男就一定要接嗎 你是不是從來沒有認同過我的能力 你並不是因為認同我 才想要把這個位子傳給我的 這件事一直讓他耿耿於懷 所以他就是到了青少年時期就叛逆 然後就去當了帥腳選手這樣子 然後在爸爸 病危之後 他就決定要 回來家裡 所以他這部戲呢 就在演他回來家裡之後的故事 那護田惠離鄉呢 是在演爸爸的看護這樣子 那這部戲呢 就是我目前就看到這裡 我還沒有看到任何 我覺得好看的部分 但是我就是一直相信 工藤管酒狼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所以我就是還在等 那我之後再在Instagram 上面等你們報告 那今天就是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有其他喜歡的劇 再推薦給我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 我是Teevani 掰掰 我們下集影片 我們下集影片 我們下集影片